你个男父 你还黑得像关公一样呢 大胆 民女不敢 这里是书院 嫁了人的女子再去上学 华天下之大击 俊王爷觉得 只有男子才配得上读书 才配得上学生这个身份 这书院你别去吧 男人靠得住 母猪会上书 你上一个给我看看 上 这就是你们学生的诗书理 上 荒唐 这样的各位 如何为往盛纪绝学 如何为万世开太平 每一个人生来都有自己的责任 而我的责任就是做一个 需要什么都会 却什么都不用惊的闲散王爷 莫非你真有在那拳头大的吴江府 做一辈子的闲散王爷 若是女子也能读经书 写文章 那我们礼乐文明的盛况 就可以超越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 兴许我们可以用自己的力量搏一搏呢 男儿无愧于心 指的不只是江山大事 还有心 对得起仗 所以我更希望你 成为一个卑风凛凛的大将军 白痴干脑更进一步 你呢 我也会为自己争出一条路吧 不要做向岭先生那样 交出一人的好福子 我要去白痴 立军宫 凯旋而归 为天地利息 为生命利命 卑士灭迹还想跑啊 你放开我 灯图 是你 又是他 谢小满 不管你是谁 咱们俩这两个位子 算是解定的 这位同学 你叫什么 赵 小 天 你就是军龙君王 你不觉得他 呆呆傻傻的 挺可爱的吗 你呀 就是死鸭子嘴太硬 但是人还不算太坏 我一个小小的丫头 又怎么能和皇上 钦封的郡王在一起呢 王侯五种英雄制 武座之女 便要自清自煎了 你说得真棒 说了 说什么说 新月我妈 奴家这就收了你之孽城 赵氏汉臣 新月吴江府文书之女谢小满 诚心求取辱 为吴之正妻 不知小娘子 可愿嫁给你 我愿意 我愿意 以后咱们俩 能过好 我愿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